欢迎来到仙女说 2019年影视寒冬 电视剧市场的关键词是去库存 当年出现不少没有最懒只有更懒的剧 去库存的风刮到现在 刮出了一部三年前拍摄的大雷剧 雷霆战将 古装限额的情况下 大量古装剧苦苦伺机带播 而一部率先播出撑得上高配的陆顶剧 却因误入浮夸风 搞笑风被群嘲成声 世纪烂剧 不是重塑经典 是借机克隆艳品 雷霆战将陆顶纪两部剧的共同点 是对经典的再传式 这些年来经典翻拍变翻车 几近成为趋势 但夜内依然前赴后继 一茶又一茶抡起毁经典的大刀 到底是在收割什么 雷霆战将又叫亮剑之雷霆战将 该剧对主角王云山人物性格 作风风格的塑造 对团长与政委人物关系的设计 都克隆亮剑 王云山在极力模仿李云龙的 擅长作战 有战斗意识 性格暴躁等特点 雷霆战将前几集 也照搬抢物资 抢缴获大炮等剧情 试图来塑造王云山 这个人物霸气的一面 但总体上其实有余 台词细节手法都不足 让人物失去精神内运 亮剑用各种细节 慢慢铺垫出李云龙的 有我无敌的气势 这种气势成为一种精神象征 雷霆战将中 帅气冲天的战场厮杀戏很足 一众帅哥们打完仗 军装依旧崭新 发型意识不苟 独立军团人 从造型到气场 充斥的是不接地气的 男性青春荷尔蒙 虚假轻浮 既要手握经典 又要让观众有爽感刺激 最终洒落的全是狗血 暴瓶没忘时代 雷霆战将的盲目追求 暴瓶的思路也很清晰 那就是抗日题材的热血男团话 该剧刚播出时 包括导演在内都认可 该剧的青春热血男团等标签 这些元素都是该剧的创作基调 抗战剧雷霆战将 既有偶像剧的颜值 也有偶像剧的套路 偶像剧中霸道总裁标配 有邪魅的笑 戴墨镜 开豪车 住豪宅 狂拽乍炫飞上天 雷霆战将的王云山 也参照霸总人设 打发交 住欧市别墅 对着后方医院 或是泡妹眼 爱国师长 也就是男二号 郭勋魅 抽雪茄 喝咖啡 吃西餐 偶像剧中的女主角 都是傻白甜 雷霆战将中的女护士 就是妆容精致 穿紧身长裙 不听指挥 敌人拿着刺刀 静在眼前 还可以任性地说话 另外剧中男主角 王云山与女主角 含颜的人物关系模式 参照的是偶像剧中 男女主角 不是冤家不剧头 欢喜冤家的套路 不打不相识 彼此不服气 较真幼稚 偶像剧男一号 男二号相爱相杀 女一号 女二号互不顺眼 雷霆战将中 也是这个套路 剧中女一号 女二号出见面 就死起来了 互相瞧不起 像小孩子过家家 该剧倾向双男主 为了刻画王云山 与川军将领 郭勋魏之间的相爱相杀 他们在对抗日军战场上 你就我 我就你 下了战场 你冲我拔枪 我冲你拔枪 轮回了好几次 中间还穿上王云山 不吃郭勋魏 留给他的香肠 改吃大葱 一起护腰泡澡等戏份 误会桥段 羞耻段子都有了 王云山跟郭勋魏说 你这么一整 我都爱上你了 这部剧从上到下 都是年轻演员 饰演的年轻人 热血男团 撕咬女团 缺一不可 剧情可谓天眉滚滚 偶像剧对雷霆战将的 创作思路的影响是很深的 该剧本质上是一部 将抗战作为背景的偶像剧 罔顾历史 胡编乱造 该剧有散乱快节奏的剧情 转场迅速 频繁的强行笑点 想要拍出欢托舞里头的感觉 这个新表现主义 风格基调 不能奢侈成功的 国产剧为何总能插到 引爆大众集体关注 肯定是创作中的某些衡量标准 达成目标出了问题 这些年 国产剧在为流量论 为先肉论 全题材 皆可青春偶像化的创作思路 毒害下 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表面浮华 那里全是粗扎的烂剧 烂剧数据高高在上 正规中矩的现实 题材好剧毫无水花 流量明星代替了剧作作品 狗血剧情 三观净魂也能造就数据高塔 好看 爆款 被狭义的定位为 颜值高又赏感 流量不是万能的 偶像剧不能通知 早晚会被反食